宇宙里所有的异常波动 都是可以通过这个雪花点展示出来的 这是我们观察和监测宇宙的一个望远镜 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以前有一个研究对象 他就是通过观察这个雪花点 然后用这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装置 接收到了来自外太空的来源未知的信号 他就这样子 接着再来自外太空的水银行 接着再来自外太空的水银行 就这样子已经非常简单的水银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